男人名叫老眠 曾经是一名刑警 因暴力执法被警队开除 之后便创业做起了拉皮条的声音 被打的小姐姐正是他公司的妹子 可小姐姐这次却说什么都不想干了 她说干这行的风险实在太大 所以想经盆洗手找个老实人嫁了 无奈的老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离开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回公司的路上小弟猪头打来电话 说望远洞有个客人很难伺候 连续派了曼玉和祖贤上门都被退了回来 眼下公司已经没有能出台的妹子 老眠只好给卧病在家的阿珍打去电话 强行命令他出来带病上中 否则现在就去他家把他拽出来 为了不暴露自己单亲妈妈的身份 阿珍只好按要求道指定地点去接客 回到公司后的老眠十分郁闷 最近他的皮条公司怪事连连 手里的妹子接连离去 有两个甚至在接单后直接挽起了失踪 他怀疑一定是有人在背后搞鬼 翻看手机是他无意中发现 阿珍去服务的这个客人伪号似曾相识 老眠立刻开始调阅记录 果然查到这个客人在一个月前下过两单 而且凑巧的是 这两次去的妹子正好是失踪的那两人 看来一定是这个混蛋把妹子们给卖了 老眠赶紧给阿珍打去电话 让他到地方后先找个借口洗走 然后把对方的地址发过来 说完他驾着车朝望远洞开去 另一边阿珍被带到了一栋叠树 刚到这里他就发觉到有些不对劲 男人竟然连自家大门的钥匙都找不准 开门花了很长时间 院子里的狗对着男人不停的狂奋 好像并不认识这个主人 阿珍虽然感觉有些奇怪 但既然来了也不好就此离开 进屋后他立刻以洗澡为由躲进浴室 按照老眠的要求把地址信息发给他 可浴室里却怎么都送不到信号 他只好去打开窗户 眼前的一幕让他瞬间呆住 窗户后面竟然是一堵密封的墙 就在这时 浴室角落里的一撮头发引起了阿珍的注意 他凑过去仔细一看 上面竟还夹带着一块肉皮 他顿时被吓得惊恐万分 慌忙捂住嘴巴不敢出声 阿珍知道自己必须尽快离开这里 简单调整下心态后 他强装淡定地从浴室里走了出来 谎称自己把小雨伞落在了车上 好在男人对此并没有怀疑 爽快地答应了他的出门请求 可就在阿珍以为可以侥幸逃脱时 这才发现 一把无情的大索早已经将他的生路锁死 另一边老眠赶到了望远洞 见阿珍迟迟没有发短信 他只好把电话打了过去 可不论是阿珍的手机还是那个客人的号码 全都处于无法接通的状态 没办法 老眠只能顺着街道开始四处寻找 此时的阿珍已经被男人绑在了浴室里 男人将包里的各种工具全部倒在地上 看得阿珍顿时头皮发麻 他哀求男人不要杀他 说自己还有一个七岁的女儿等着他回家 可这并没有阻止男人停手 他从工具里挑出一把铁锤和铁子 将铁子对抖阿珍的太阳穴 接着抡起铁锤就砸了下去 可由于阿珍在地上不停地挣扎 第一锤竟然砸偏了 这让男人气急败坏 他按住阿珍的头又接连砸了两锤 没想到他非但没有打中阿珍 反而把自己的手给砸伤 男人这下彻底误了 他举起锤子直接砸了上去 阿珍的头瞬间血肉模糊 浴室里也彻底安静了下来 可就在他准备给阿珍致命一击时 外面的门铃突然响起 男人穿衣出去查看情况 发现是一对老夫妇过来寻找叠数的主人 他原本想叫二人打发狗 可临走前这对夫妇却认出了院子里的小狗 没办法 男人只好将老夫妇骗进了屋里 用铁锤将他们活活砸死 随后他出门去处理老夫妇的车子 可谁知刚开到路口就被一辆汽车给追了尾 而对方不是别人 正是在这里寻找阿珍的老年 老年本来就心烦意乱 于是让男人赶紧打电话报保险 不要耽误他的时间 可没想到对方不但不追究他的责任 反而还火急火燎地想要离开这里 无意之中老绵看到了男人身上的血迹 他立刻察觉到对方有问题 他试着拨通了那个客人的号码 果然男人兜里的手机响了起来 这让老绵顿时喜出望外 没想到自己要找的人竟然送上了门 男人见识不妙立马撒腿就跑 老绵在后面一路狂追 最终成功将男人扑倒在地 一顿暴揍过后 男人彻底丧失了逃跑能力 然而面对老绵的言行逼问 男人坚决不交代把阿珍带到了哪里 看来只能将他带回公司细细盘问了 可就在这时 一个警察突然出现在肇事路口 看到坐在车里的男人满脸失伤 警察当即将二人全部带了回去 为了要回自己的妹子 来到警局后的老绵开始大呼小叫 质问男人把妹子们卖去了哪里 见这个皮条客如此嚣张 两个警察也开始拉起了偏价 在调查问话中处处针对老绵 直到年轻的警察试探心地问了男人一句 这个回答令再查到所有人都懵了 很快刑警队的人闻讯赶了过来 将男人带走进行进一步的审问 老绵出来后发现了男人刚才开的车子 他试图在车里寻找到一些线索 果然在地上发现了一串钥匙 他立刻把小弟猪头叫到了现场 让他拿着钥匙在望远洞挨家挨户的事 直到事对了为止 盼着一望无际的街道 猪头足足问候了老绵十万次 与此同时 刑警队长老李对男人进行了审问 不料对方丝毫没有否认自己杀人的事实 还把杀人分尸的过程一字不落地说了出来 其残忍程度让警方异常吃惊 可当老李询问他埋尸的地点时 男人却开始装起傻来 因为他知道 按照韩国的法律 只要找不到被害者的尸体 那警方就无法对他进行定罪 十二个小时后必须将他无罪释放 这让警方的调查陷入了困境 为了搜集到更多的罪证 老李让老绵盖着法医去阿珍家 采集一些阿珍的毛发与男人身上的血迹做低内鉴定 老绵这才知道阿珍居然还有一个七岁大的女儿 看着小女孩独自一人在家 她有些愚心不忍 于是她将女孩带在身边一起去找阿珍 看到路边车上的小卡片 老绵忽然想到了一个办法 男人肯定不是只在他一家公司下单 或许通过其他同行能找出男人家的住址 可尽管老绵通过各种手段对同行们进行盘问 得到的结果却都是一样 所有为男人服务过的妹子无一例外全部失踪了 就在这时 虎逼的猪头终于试对了一个房门 接到消息的老绵立马赶过去 对着里面的罪汉就是一顿爆船 可对方根本不知道老绵所说的阿珍在哪 他和男人以前事与有关系 两人曾在这里合租过一段时间 半年前男人突然不告而别 从那以后他们就再也没有联系过 寻找阿珍的线索就这样又一次断了 领走时老绵突然看到墙壁上好像画了什么 他撕下墙纸一看 原来上面是男人画的各种酷刑的图案 画面因僧恐怖到了极点 当老绵从屋里走出来后 发现猪头正在车里呼呼大睡 昏暗的巷口发现了受伤的女孩 原来女孩误以为看到了妈妈 结果追到路口时被车给撞了 老绵抱着女孩狂奔到医院 好在救治及时并没有什么大碍 看着躺在病床上昏睡的孩子 老绵再也无法压抑心中的怒 他独自一人冲进了警局 二话不说抓起男人一顿暴走 见此情形老李非但没有阻止 反而默默地把门关上 被老绵蹂了一个小时候 男人终于交代了埋尸地点 果然对待这种恶人还是要以报之报 警方立刻出动大批警力赶往现场 这里曾是男人工作过的石料厂 然而警方在这里绝地三尺 却连个毛都没有挖出来 这时老绵通过地图看出了端倪 石料厂距离望远洞足足有武功 男人不可能把尸体运到这么远的地方 看来男人是在撒谎想要拖延时间 我不其然 在关押了男人12个小时后 地方检察官很快就开始介入 责令警方必须立刻将男人释放 并要求对殴打男人的老绵实施抓 无奈之下老李只能执行上级的命令 将老绵抓住押上了警车 可在警方押送的途中 老绵趁机制造了车祸 成功从车里逃了出来 随后他向望远洞的方向拼命狂奔 与此同时 由于一直没有找到埋尸弟弟 警方不得不将男人无罪释放 但他们并不想就此罢手 派出一名女警一路尾随着男人 而此时的别墅里 昏迷已久的阿珍竟然醒了过来 他用手指抠起一块地砖 强烈的求生欲望让他终于割断了绳子 接着他砸碎窗户锅里 成功从别墅里逃了出来 阿珍沿着街道一路逃跑 发现山下有一家便利店正在营业 于是他立马躲进去 好心的老板娘得知情况后 立马帮他报了警 这让阿珍总算有了可以喘息的机会 此时男人正在返回别墅的途中 可半路上却发现烟没了 于是他走进了山下的那家便利店 跟踪的女警只好在外面蹲守 老板娘见男人面容和善 便把阿珍躲在这里的事情告诉了他 请求男人在警察来之前 能留下来保护一下他 并递给他一把锤子作为防身工具 这里男人也十分意外 他转身关上电门 用锤子直接锤死了老板娘 见阿珍坐在地上一动不动 男人以为他昏死过去 可是颤抖的小手却出慢了他 此时的老年还在街上拼命的狂飙 而负责接警的警察却在车里憨然大睡 男人将铁锤高高举起 绝望的阿珍只能静静地等待死亡降临 随着锤子一次次落下 鲜血溅满了整个房间 好不容易逃脱的阿珍就这样彻底倒在了血泊中 等老年赶到这里时 一切都已经晚了 现场只剩下两具冰冷的尸体 而男人杀完人后从后门再次逃脱 夜里老年独自一人来到阿珍死去的地方 看着眼前惨烈的景象他深感自责 如果不是他非要让阿珍带病接客 那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了 就在这时他看到了窗外的十字架 忽然想到了什么 他匆匆赶到教堂 眼前的雕像在男人的壁画里出现过 神父告诉老年 这个雕像是望远动一个雕塑师的作品 顺着这条线索老年终于找到了那栋别墅 而此时的男人刚刚处理完老夫妇的尸体 并将那条不听话的狗也一并拍死 正当他化好西装准备逃离这里时 老年将他堵在了门口 接着两人在屋里展开了拼死肉搏 男人自然不是沿边战神的对手 很快就被打得倒地不起 就在老年准备给这个人渣最后一击时 老李带着刑警队赶到了现场 奋力制止了他的冲动行为 之后警方在院子里挖出了14具尸体残骸 这起特打连环杀人案终于成功告破 故事的最后 老年拖着疲惫的身体来到医院 看着正在熟睡的女孩 他决定用医生来弥补自己的过错 影片至此结束 这是一部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 凶手的原型是韩国头号杀人狂魔刘永哲 从2003年9月到2004年7月 刘永哲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连续杀害了20人 他不仅将多数被害人碎尸掩埋 而且还将其中四人的内脏烤熟了吃掉 由于刘永哲杀人手段极其残忍 法院最终判处他死刑 可是后来韩国出台了暂缓死刑的制度 让这个杀人狂魔至今仍然苟活于世 目前仍在首尔拘留中心服刑 好了我是利格 我们下期再见